昨天還告訴你 同價概念股 這幾檔不論是京居 不論是大雅 不論是華新 今天不得了啊 這紅利好康 大家通通都可以賺得到 什麼都大賬 真的大賬 那接下來要怎麼繼續看下去呢 看節目紅利很多 不要再跟我錯過 歡迎好朋友來到 《大丈夫谷海濤經》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永成國際投顧陳建成分析師 建成老師好 陳先生好 聽眾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來到了8月3號星期二了 節目每天都要認真看 因為建成老師真的用心 每天幫你準備了 非常豐富的節目內容 來自於國際之間 國內外重要的一些 新聞的財經議題 那幫您抽絲剝結來做解讀 讓您了解 到底新聞是利多還是利空 到底該怎麼去看待 昨天建成老師還花了時間 告訴您 事例那邊發生了一個勞工糾紛 銅價上漲 甚至會連動到台股 也是什麼樣的個股 有可能您可以多加的做留意 還點名了幾檔個股對不對 金居 大雅 華興 這三檔對不對 還有一桶 對 第一桶 對 昨天節目才講 我昨天怎麼跟你講 我們看這張PPT 直接看 昨天呢 我在這一張PPT 我才在告訴你 有沒有 有 我還把大標跟小標 非常仔細的唸給你聽 我還跟你解釋 是銅價 從一萬拉回 最近開始在做反彈 有沒有 然後看完之後 我還在跟你講 每檔銅價概念股 我都一一帶你看 一檔一檔解釋 大雅 華興 我還跟你講 華興跟大雅的差別 跟你講 華興有這個電子股集團 對 我跟你講大雅 另外有一個題材是封電 有沒有 我跟你講金居 還跟你講CCL 銅箔基板的上游材料 還跟你講 他下半年要在雲林擴廠 講得清楚明白 來 我們看一下 今天這三檔股票的股價 今天 市場上都在看 從8358金居開始看 看到沒 有 86.9 嗯哼 最高到87.5 是 我一直告訴你 我們不一定 都要讓你有漲停板可以買 嗯哼 你賺得到漲停板 重點你富貴選中求 你有沒有賺得漲停又 立刻又賺跌停的 嗯哼 但是呢 你跟我操作 不就是一檔一檔 穩穩的幸福嗎 沒錯 有沒有 有 你去看 大這個金居 我就告訴你 銅箔現在基板非常的熱 是 你有沒有看到 有 投信 7月22日還在賣 賣到多少 最一波最低 到75 你看到沒 有 結果咧 給他賣完就上去了 嗯哼 你要跟投信做嗎 我就告訴你投信也在追高殺低 投信也在追高殺低 不是22塊的友達他也在砍 嗯哼 30塊的友達他也在追 你看到沒有 是 為什麼被他砍完之後 前兩天他都還在賣耶 結果怎麼樣 昨天就買了 嗯哼 可能是 他沒有看節目啦 可能 可能不是同一家投信啦 對不對 但是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買了他就要跟著我們買咧 他們來跟著我們的風囉 來 請妳看一下 有沒有 有 他還怎麼樣 除息過 如果妳就還原 他的股息 其實已經怎麼樣 創高了 已經創 創波段高了 對 這一根還沒過啦 哈哈 但是今天亮出來了 妳看到沒 有 有沒有 昨天我們跟妳講的時候 還在多少 我們是盤中路的嘛 對 我們也不是盤後路 然後跟妳放馬後泡 我盤中路的 有沒有 有 我們跟妳講的時候 那時候 83沒有 沒有 對不對 妳看昨天 我們跟妳錄的時候 中間有殺下來 再拉上去 尾盤才拉 又拉上去的 嗯哼 看到沒有 有 好 來 下一檔 1609 大雅 大雅 也是 今天最高29.4 快30囉 我們最近不是在收 這一個嗎 盤中標股班 有 恭喜 我們有買到的會員 恭喜發財 我跟妳 一檔股票 一天兩塊價差 現買現賺 對不對 10張就2萬啊 對啊 是不是 這種低股價的 低股價的 都可以賺得到 都可以賺得到 沒錯 有沒有看到 有 外資 忽買忽賣啦 但是這三天就買了多少 差不多3千張了 對 3千張了 對不對 所以我說嘛 我們昨天節目才在講 我們節目播出來已經盤後了 對不對 是 但是呢 你就發現 我們現在講話有沒有 真的話 這也聽到 開始有 開始有江湖地位了 必須的 不要講 寒水會結凍 我們還是謙虛一點 但是感覺上開始有江湖地位 為什麼 來這個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的訂閱員次 已經來到了 1萬6千5百元囉 我們的訂閱員次不斷攀升 雖然台面上有些分析師 他的訂閱人數有5萬6萬 甚至10萬的 但是他們是花了10年 啊哈 花了10年 累積5萬6萬10萬 甚至20年 有的已經做20年了 還有更老的 我們 可能 可能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他就已經開始出道了 他就已經出道了 就是已經60歲的 有有有 有沒有 整整大我10幾歲的 好幾輪的 但是我們1萬6千 現在已經不是1萬6千5 1萬6千6 1萬6千7了 好再更新 他 半年 半年不到 我們在3月的時候 我們在3月的時候 才不到1千人 對 我們在3月的時候 不到1千人 是的 我們在短短的 3個月 4個月 我們從1千訂閱數到 1萬6千5 是 不單單只是靠 建成老師的顏值喔 很有專業喔 我在節目當中 我不是是給你講股票 我就是用非常精準的 總金數據 在跟你分析 你看這半年來 經過多少風風雨雨 如果你看我節目 我有沒有一一幫你 避過 躲過 安然度過 對不對 更不要講7月初 就天天在警告你 航運 是啊 有沒有 每一波每一波 腰斬 對 都救到各位了 7月初你就聽我的話 你的資產不會少一半 當然 有沒有 而且你聽我的話 你不但沒 不會少一半 你還來跟著我股票做 我們一檔一檔 股票往上飆 有沒有 真的你節目認真看 其實真的是趨吉避凶啦 從4月份那時候面板嘛 提醒最高點 然後到7月份航運最高點 所以你還沒訂閱的 記得訂閱 你趕快訂閱 這是正宗 正宗本身 然後你要訂閱隊喔 1萬6千5百 網路上已經有山寨版了 訂閱人數現在不到1千的 那你訂閱你要訂閱隊 因為你訂閱錯上面連什麼LINE TG都是假的 錯的 對 我怕到時候你想要 趙老師 對 跟著我操作 結果你跟錯人了 對 所以你還是要小心一點 我們還是要特別強調一下 你找到我們古海大張夫的頻道 你按訂閱 記得我們的訂閱人數現在已經1萬6千 快1萬7了 是 好的 記得訂閱本尊版喔 好 節目每天認真看 都會有紅利好康 好 那所以呢 你看昨天我們在節目當中 都有告訴大家 這一檔大爺啊 今天開盤是多少 2 28.0 對 換句話說 如果你昨天看我節目 你今天開盤價去掛 啊 你今天盤中 當充都有1萬塊 對啊 因為高點有29.4 10張都可以有1萬塊 你看到沒有 是 是 滑欣 今天滑欣也是上 昨天我們在講的時候盤中 怕還跌對不對 因為我們說他昨天除息嘛 對 是不是 昨天除息 今天立刻漲 對 一樣 今天的開盤價 27.75 請你看現在多少 29.2 嗯哼 一張也差了1塊4 對啊 有沒有 你今天是早上買 你今天都是現買現賺 10張1萬4 是 有沒有看到 好賺 看我節目的紅利碼 都有 來回過頭 再回過頭看剛剛那一張金居 今天開盤呢 83.5 對 現在多少 86.7 最高87.5 嗯哼 對 1千4塊錢 哇哦 10張4萬 很好賺耶 錢是這樣賺 盤中標股班 你就可以這樣 跟著老師用盤中的訊息賺錢 嗯哼 我一直跟各位講 其實 你看到現在的指數 在上上下下 嗯哼 你可能覺得很難做 我都不覺得難做 為什麼 你只要求穩 你都不會覺得難做 你會去追高殺低的人 你就會覺得難做 穩穩的幸福你要不要 當然要啊 我們從這幾個月一直在邀請你 穩穩的幸福你要不要 是啊 對不對 穩穩的幸福 你只要我給你的股票 都是好股 嗯哼 你報警處理就對了 對啊 時間到你錢你就會 賺進口袋 比起你每天 一下追這一支 你是賺的 問題是追那一支 你又虧回去了 嗯 當你被套的時候 你又不知道到底 因為該報 能不能報 然後呢 最後呢 真的那很可怕 最後 賺兩三趴賠四五十趴 這千萬不要做這種 富貴險中求的事情 最後怎麼樣 自斷經脈 哦 不能啦 這一波航運有沒有很多人 自斷經脈的 看在上個禮拜 對不對 上個禮拜七二八 最低的時候 動不掉啊 好 斷頭的人很多 我只要想到這個 我就 開始 整個心就揪起來了 航運老師足足講一個月 救了你一個月耶 從月初 七月初的高點 航運高點 然後到七月底 航運的低點 老師來籌碼神算 教大家對不對 能就能幫盡力了 教你算籌碼 對 當我跟你講 我不在解航運的時候 就差不多是低點了 真的 不就是這樣子嗎 老實說不跟你在解航運了啦 結果你看看 好 但重點是 我們始終能夠持續 掌握住對的節奏 電子 對 所以你看 我們優先去幫你掌握 整個通價 從底部上來 其實很多股票 他就是跟著外面的訊息面在走 對 但是基本上 你要抓住的訊息太多了 但是什麼訊息很重要 特別是跟 產品的售價 跟他產品的價格 就 息息相關 息息相關 就像我們那時候三月帶你做難地 對 那乳膠 對不對 那一波的難地 沒有幾個分析師 會從70塊一直跟你介紹到 140 140 170 有沒有 我們就是抓好這個NBR 乳膠 丁青 乳膠的這個報價 然後他就一路上去 是 所以其實報價很重要 我們昨天我想 當大家都在看IC設計的時候 這兩天大家都在封IC設計 對不對 這個 昨天跟你講面板驅動IC 對 昨天 對 昨天看到了 尊泰 細創 天域 昨天亮燈漲停 有沒有 但是呢 我們還是告訴你 就好像我告訴你 人生不必糾結台積電 人生不必糾結航運股一樣 是 只要會漲的股票 都OK 有沒有 所以當大家都想要去追 IC設計 我想昨天有沒有人去追IC設計 今天又被套的 有啊 我相信啊 但是呢 我們覺得 第二季基巴要公佈的 有些還沒公佈 那管它是什麼樣的類股 我認為 人氣 我取 我取 這一次以來都是建成老師的建造 所以你來看這一波 的金居 有沒有 是不是 誰氣啊 投信不要 投信 對不對 投信不要 結果就怎麼樣上來了 對 到這邊量都說了 你們不是要看技術分析嗎 量都說了 你還在砍什麼砍 好 對不對 再看一下大雅 好來我們看K線 有沒有 這邊叫什麼 人氣 對 丟氣的氣 人家不要了 不是那個 人氣很旺的氣 不是 人家拋棄了它 這邊量很大 到這邊就沒量了 對啊 沒量就是人家不要了 把人拋棄它 大家都不要了 結果呢 結果建成老師 我們取 你不要我們剪 對不對 來你看滑心 對不對 高點 下來盤整 量縮 沒人要了 沒人要 我們來給它呼呼秀秀 怎麼樣 現在消息一出來有沒有 消息一出來 又開始有沒有 又開始追了 對 是不是 總是要追高 殺低 這樣子 永遠 這樣風一來之後 很多馬上就緊接著 就跟著來跟進了 好這個節奏好朋友們 你要不要能夠提前領先 我們先卡位 然後呢 等待著這個風一起的時候 我們一起做大老鷹 這才是你想要的 而且你看像這個銅價 其實在昨天還沒什麼人 去follow這個新聞 但建成老師提前就告訴大家了 對 我昨天講了 你今天如果 馬上跟著去買 你賺到錢的話 那我恭喜你 但是如果你先聽我 再講第二次 然後你手上的股票 沒漲的 你現在就開始 心癢癢的 心癢手癢全身癢 心癢手癢 然後又開始想要怎麼樣 對 吃瓦來 看瓦瓦 又想把你手頭賣去的股票賣掉 還要來 還要來我講兩天的股票 你要怎樣 想三回 什麼叫想三回 其實英文是說想兩回 think twice 但是我們 中國人是說 想三回 有什麼 三思的後行 對 想三回 看你要是想兩回 想三回都可以 多想一下 但是我告訴你 你如果是都會這樣操作 你總是會這樣子 自己的股票昨天去追了 不漲 看到我今天在講 你又很心癢 想要再買我的股票的 我告訴你 你如果有這種的鏡頭 快來 建成老師幫你來調一下 好不好 這種陣頭必須要趕快立馬喬 怎麼喬 小老鼠HIH888 不管你想要在盤中喬 那我們就有盤中標股班 不管你想要穩穩的喬 那我們還有不同的班別 現在來喬很重要 8月才剛開始 後面還有很多好的標的 建成老師都幫你準備好了 新的大老鷹就在手上 準備好了嗎 來直接搜尋 小老鼠HIH888 立馬在電話框留言 我要盤中標股班 或者是我想要金牛班 直接留言 讓我們服務人員來協助您 我是很想要說 對 你想要說什麼 骨骸無癌 回頭是岸 回頭是岸 骨骸無癌 回頭是岸 骨骸無癌 早晨晨是岸 是的 好趕快回到建成老師的身邊 那一句 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建成老師 歡迎加入永成國際投股 陳建成分析師 古海濤金的行列 歡迎加入永成國際投股 繼續看下去囉 數字會說話 數字的意涵 怎麼去做解讀 建成老師解析給您聽 好 那我們又看到了新聞 來 在各大報當中 有都公布出來了 在我們的整個7月的PMI指數 連13個月的擴張 這是好事耶 老師 好 來 看一下 我不是告訴你嗎 做股票 你只有了解基本面 你才知道你要做什麼股票 你才知道當大盤回檔的時候 你要不要續報 你要不要隨便去做停損 我告訴你很多人都知道要做停損 但是你都亂停損 明明是好股票被你停損掉了 有時他悶一兩天沒漲 什麼叫停損 停損是這家股票要走空 你才要停損 就好像我跟你講航運的時候 你在高檔 你買200塊 230 你190應該要停損 你不停損 那你到了150 140 130 120你才要去停損 那你就 砍在地板上來 完全不了解 對 這家公司 因為到了120 他基本上 已經怎麼樣 已經差不多了 已經差不多了 因為220我嫌貴 120 我覺得他的價值回來了 你怎麼會在這邊才去停損呢 所以 當一支股票在大跌 你看不懂 你一定要了解基本面 很重要 那我講的這個數據 當然是指一般 一般就整個指數來講的話 你看7月 好 好 這是我們國家的 台灣的 台灣的 這是我們國家的 7月PMI 看到沒有 65.2 下面有個PMI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他怎麼樣 回升 什麼叫回升 就是前兩個月開始放緩 有沒有 掉下去了 連續兩個月趨緩從時動能 什麼意思 5月6月趨緩 對 卻在7月 再往上 那代表什麼 警器回升 採購經理人的意思 你就會聽得出來 那表示 7月再上來的話 那就是下半年還有什麼 還有動能嗎 對 這樣能夠理解了 你經過5月的大跌 對不對 5月6月 你就自己下自己 然後自斷經脈 有沒有 5月所有的分析師裡面 我想沒有幾個像我一樣 在5月12號 台股盤中大跌 1400點 5月17號 確診人數增加那一天 對 我還告訴你 這邊就是底部 就給你用力買下去 帶著你來電子大盤工 有沒有 有 所以那時候不管你是買電子 低階航運 有 到了6月底 一個半月來 全部通通大賺 甚至你上半年虧了 你都可以在那一個半月 整個都賺回來 真的 有沒有 是 好 這就是節奏 你掌握對了 這就是你到底懂不懂 我們 整體的總經 整個經濟的基本面 對 我懂嘛 我不會跟著你亂砍 我叫我們會員報警處理 對不對 而且數字會校正回歸 對不對 那個時候都超低了 製造業 景氣樂觀 景氣樂觀 上面報紙給你寫這麼清楚 有沒有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新聞 我要等到記者貼出來 才知道嗎 你們都是要等報紙消息出來 你才會知道 問題是我們做分析師的 我自己本身 對不對 我們有這個專業的訓練 所以這個數據 我們早就會去看了 我們早就會領先你們去 知道這些事 解讀這些事 解讀對 然後我們會怎麼樣 領先去做佈局 先卡位 對不對 那你們都要等到消息出來 那消息出來 那才跟著消息 這個時候你才 才放心 原來如此 對不對 你這時候才放心 跟那時候跌到一萬五的時候 你已經落了我們多少 對不對 落了多少 是啊 至少快三千 你不敢買我們敢買啊 為什麼 數據會講話 對不對 那敢買你要買什麼 但是我們懂 我們知道什麼產業會起來 我們就敢買嘛 不怕他套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PMI數字 我們台灣是動能向上 但是在其他國家就不是囉 包括美國 包括大陸其實就不是 來 講到這個 最近 大家奧運看得很刺激 對不對 很過癮 這一次我們台灣隊 穿金帶銀 這一個 南雙 讚讚讚 打趴大陸的南雙 雙打 你知道 你們雙打對不對 對 都那麼驕傲 打趴 但是 大陸看一下 不是只有這次奧運 花鐵盧 我們不是只有 跟大陸在奧運上面對打 在經濟上 你看到 這邊的數據 同樣PMI 是的 大陸七月 創一年多來 新低 看到沒有 是的 有時候 你們也都知道說 買股要買什麼 強勢股 當然 買強不買弱 很多人買基金 很喜歡去買中國 因為覺得什麼 覺得他很低 對不對 但是可憐之人 必有可恨之處 弱一定是有原因 可憐的國家 我覺得他的數據差 一定有原因 一定有原因的 對 為什麼他這麼差 對不對 為什麼這麼好 我們台灣這幾年 不都是 中美貿易戰 受惠 中間的受惠者 對 育棒相爭 魚翁得利 我們就是那個魚翁 台灣得利 對不對 這個 大陸 對不對 因為中美貿易戰 然後原本要下單給大陸 都轉單到台灣 沒錯 所以我們台灣這幾年就是撿到槍 對不對 結果你看到沒有 大陸的PMI在創新低 一年多新低 我們在怎麼樣 創新高 我們在 我們在動能樂觀向上 還在往上 看到沒有 你的錢要放哪邊 有的人投資 一堆有沒有 又要買入股 又要買美股 然後又要買台股 然後買的 滿手一堆股票 又買ETF 又買什麼的 但是你真的了解他們嗎 你真的懂他們嗎 對不對 那你不懂 你必須要有專業的帶領 你好好看台灣這幾年 我非常看好我們國家 為什麼 你仔細去看一下 這幾年的颱風來到這邊之後 有沒有釀成重要答案 沒有耶 而且甚至他就 就轉向了 沒有 都沒有 對 來第二個 我們今年的旱災 從去年缺到今年三四月 從去年缺到今年 三四月都很缺 有沒有結果咧 突然就連著大雨 突然就一下整個都 水庫又鬼 水庫全部都滿了 對啊 對不對 三窮水盡 已無路 柳暗花明 又滿水庫 又一村 又一村 所以你在擔心什麼 我們這段時間 帶會員操作都是穩穩 都沒在怕的 沒錯 你會怕的你反而怎麼樣 你賺不到錢 你賺不到錢 你錯過了好可惜 有沒有 而且你去追高 一看到大盤大跌 你又去殺低 你的財富就這樣 砍砍沙沙當中 有沒有 自斷經脈 你就錯過了 有沒有 這麼沿路的風景 錯過了沿路的標股了 操作股票真的很簡單 是 我們看一檔股票 明安 來 明安 現在今天盤中最高 82 來 這一波呢 你看它 最低跌在哪邊 上個禮拜一樣是7月28號當天 他在7月27號除息 除了2塊7 除完息 除息當天又砍到最低 砍到最低 最低多少 最低呢 71.5 71.5 來 除完息之後 順利怎麼樣 12 除息那天 當天 12345 5個交易日 一週的時間 完全填息 是 你如果還原他的息呢 以現在來講 81.8 你再加2.7 大概就是84.7 84.7 大概84.7 84.7 來 你就算在這邊高點被套 你都快解套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我為什麼要跟你講這一檔 會員都知道我們手中有這一檔 我們的會員都知道我們有這一檔 我們買下去幾天沒有漲 就有人在乾乾叫了 就有人在乾乾叫了 到現在你賺了沒有 你賺了 是 你賺了沒 你賺了 這就是穩穩的幸福 你等個幾天 風來了就上去了 沒錯 你看到沒有 今天大漲6.37% 再給你加上你的什麼 股息 你有沒有賺到 當然 但是呢 你們總是怎麼樣 受不了誘惑 你們非要怎麼樣 每天股票都一定要漲 等個幾天 你就受不了了 請問你們都 總是要去追強勢股的人 總是希望天天賺到錢的人 那我要請問你 這幾個月 這一個月來 上個月 你到底賺到多少了 會問你自己啦 我相信有人 在高點去賣掉航運股之後 在高點我叫他跑 他沒跑 結果摔下來之後怎麼樣 才知道不行了 再砍 然後才要再去追 在高點的 新唐 聖群 創圍 創圍 對 強茂 你再去追高 台伴 又追在高點 你的整個節奏是錯的 你始終是在追高沙滴 追高沙滴 如果你不敢撿 對不對 但是你都是到這邊的時候 你才要買 然後你永遠都只要賺那幾塊錢 就好了 比如有一二十塊讓你賺 你不要 你永遠就只是要賺那幾塊 可是當你只是要賺那幾塊 一個不對的時候 你就是虧一二十塊錢 那會是一個連環套啦 對 千萬不要這樣子 那做股票其實有一定的節奏 一定的一個脈絡 那建神老師從不同的層面 從總金面 從國際面 從基本面 然後從籌碼面 面面居關的 幫您去解讀 甚至從新聞的數字 幫您做解讀 繼續看 剛剛那個明安 幫您做解答 我是特別要講給會員聽的 OK 我特別要講給會員聽的 是 好嗎 好了解囉 我們繼續看 金元代工先進製成 要漲價 建神老師你也特別針對於 所謂的先進製成等等 這些都幫大家解釋過 我現在跟你解釋過對不對 來 你看到這一個 你又覺得是利多對不對 對啊 要漲價 要漲價二次 你就覺得是利多 來 我現在講給您聽 好 之前不是在講 庫克他怎麼說 成熟製成缺不缺 缺 成熟 成熟就是像聯電這種 對 做的中低階的 有沒有 高階的 就是台積電做的先進製成 是 要什麼 7奈米 5奈米的 對不對 這一個消息的大標是說什麼 金元代工先進製成要漲價了 對 我告訴你 這個都是記者自己寫的 怎麼說 你要自己去看內容 三星將開第一槍 具體調伏未定 市場關注台積電價格策略 公司暫不評論 這什麼意思 好 意思就是 把你嚇一嚇的 親猜嚇 到底無略一樣 公司暫不評論 對不對 三星將開第一槍 具體調伏未定 那到底在講什麼 將開第一槍 到底要不要開 調伏未定 然後我告訴你喔 他要開槍 三星是先進製成嗎 三星也不都是先進製成喔 喔 所以這個完全就是什麼 幌子 你懂嗎 人家庫克明明就講說 高階製成不缺 高階製成不缺 那高階製成如果不缺 為什麼要漲價 有什麼條件漲價 對不對 缺的是 這個成熟製成 最成熟連電他才說要漲價 高階不缺的話 那台積電跟他漲什麼價 就算要漲 他也是漲什麼 漲他所有的裡面 產品線的成熟製成 他不會去漲先進製成 因為先進製成不缺 懂嗎 懂了 所以這在寫什麼 你這樣懂嗎 我告訴你 你們看這個 你就覺得說那台積電是不是要大漲 請看一下今天的台積電 看到沒 有大漲嗎 沒有 有大漲嗎 沒有 頂多怎麼樣 頂多戶股價 就這樣 所以我認為那一篇的用意 是在互盤 是在互盤 懂嗎 懂了 所以新聞你要懂得解讀 數字你要懂得看 它背後的真相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解讀 不知道怎麼看 那你就跟上專頁 建成老師幫幫你 小老鼠HIH888 直接搜尋來加入 那不只是加入我們的Light群組 由建成老師給您一些重要的訊息提醒 你想要跟著建成老師我們的盤中標股班 直接在對話框留言 或者是您不同的資金 不同的投資需求 同樣在對話框留言告訴我們的服務人員 給您最適切的建議 幫您安排在最適切的斑別 小老鼠HIH888 再次感謝永成國際投股陳建成分析師 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謝建成老師 謝謝恬心 謝謝各位 讓我古海大丈夫陳建成 帶你富貴穩中求 歡迎加入永成國際投股陳建成分析師 古海濤金的行列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